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姜文导演的老片 阳光灿烂的日子 电影还原了那个 在大人们忙着工作和改革的特殊时代里 少年们的热血青春 因为没有大人的管制 马小军和院里的小孩就像脱缰的马 整天到处私混 通过捉弄老师 逃课 打架 闹事 调戏女孩来寻找乐子 马小军对钥匙情有独钟 经常趁着大家去上工的时候 偷偷溜进别人家 也不偷东西 只是在别人的房间里玩耍 有一天 马小军照常溜进一家后 在玩闹间看到一个漂亮女孩的照片 从此 女孩就成了马小军的梦中情人 之后的一天 为了给同院的艺人报仇 马小军将另一个院里的艺人打伤 住进了医院 顺势发生后 马小军在马路边偶遇照片中的女孩 得知女孩名叫米兰 并认了米兰当姐 为马小军打的人住院医院后 托人过来喊话 要打群架 并且指明要马小军参加 两伙人轰轰烈烈地在桥下会合 最后架没打起来 讲和了 讲和后的一天 马小军去找米兰 并吹嘘 当时裙架时自己有多厉害 马小军还提到他之前看到的一张照片 米兰说送人了 马小军要求米兰给他一张照片 米兰没有给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马小军都去米兰家 跟米兰吹嘘很多自己没干过的事 马小军邀请米兰去他们院玩 米兰去后 却与院里那伙人的头头刘亦苦聊得很欢 马小军为了在米兰面前表现 和院里的人打赌时 爬上一个高烟囱 并失足掉进了烟囱 因为烟灰和气流的原因 马小军没有受伤 只是脸被熏得乌黑 当晚 马小军带着米兰回家 指责米兰光与刘亦苦说话 两人正说着 马小军的父亲回来 教训了马小军一顿 让他别随便带女孩子回家 又一个晚上 马小军他们偷偷溜进了电影院 正看得起劲时 电影被停放 一位管理人员发现了马小军这些小孩 从电影院出来后 马小军他们那群人又来到屋顶 米兰弹着吉他 男孩们唱着歌 画面特别美好 一天早上 马小军送米兰去农场 送到后 马小军在农场里睡着 做了两个梦 一个是和米兰一起英勇作战 米兰阵亡 一个是马小军那集 米兰一直盯着他看并答笑 马小军的老爷 不堪被批判成大地主等 而自杀身亡 因此 马小军一家离开北京 去了唐山 回来之后 马小军立刻去米兰家找他 但没见到人 后来在院门口 马小军见到米兰和刘亦库在一起 关系很好 心里很不失滋味 晚上 院里的一伙人又聚在一起闹 米兰与刘亦库一起跳舞 更是让马小军心里很难受 之后一伙人去游泳 米兰还是和刘亦库一起玩得很欢 在游泳馆还碰到米兰以前的追求者 为了保护米兰 从那以后 刘亦库与米兰公然在一起 马小军与刘亦库生日的那天 庆祝的时候 马小军与米兰闹掰 并和刘亦库打起了架 打斗激烈时 旁白想起 说这只是马小军错乱的记忆 在生日那天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 一伙人高高兴兴的庆祝 喝了个烂醉 旁白还说 马小军先认识米兰 也可能是假的 一个下雨的晚上 马小军去找米兰 米兰抱了马小军 但是之后 米兰对马小军还是一副亲切中带着客气的态度 受不了的马小军去找米兰 打算强暴她 但没有成功 在这之后 马小军和米兰彻底闹掰 不久后 也被院里的人孤立 电影的最后 这伙人聚在一个车里 碰到了一个很像以前蹲大院门口的傻子 一群人开始挑衅 这人对着他们说了一句 傻逼 青春年少的时候 精力旺盛却无处可放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干过一些傻事 青春不干点傻事 那还叫青春吗 我们不关心 然后再开放